我们俩是高中同学,认识差不多快十年了。 其实,我暗恋他十年了。 《私藏浪漫今日开播》,张嘉宁、魏哲明演绎《十年暗恋成真相亲局》上被高中同学求婚,殊不知对方早已默默暗恋自己长达十年。 预备一夫妻秒遍公司上下集,办公室秘密恋爱的相处状态能否长久维持? 从校园暗恋到职场饮恋,他以为的久别重逢,其实是他的蓄谋已久。 该剧讲述了,曾是高中同学的吐晓宁、张嘉宁和启玉恒、魏哲明,是久别重逢后,因插扬错间同时解锁了预备一新婚夫妻合同办公室上下集的双重关系。 在事业与生活的考验面前,他们携手共同进退,笑对风雨,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自我成长,用彼此的信任和真心探寻婚姻与生活傲益的故事。 剧中男女主反差甜蜜的恋情走向,以及办公室饮恋的心跳场面,都是该剧在播前便引得众多观众期待的看点之一。 十年校园暗恋,变成职场引恋,张嘉宁饰演的吐晓宁,是一名兢兢业业工作的银行大堂经理,然而工作三年,却始终未能转正,还因故被迫转岗来到项目一步重启职场人生。 工作上的不顺,让他期盼能在爱情里有所收获,主动参加相亲局,却意外遇见了自己的高中同学,魏哲明饰演的男主启玉恒。 两人因为彼此条件合适,且都有相同的婚恋需求,一而决定尝试携手开启未来的婚姻生活。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转天几玉恒,竟然空降成为吐晓宁的部门主管,两人从未婚夫妻变成上下级同事,不得已开启了办公室饮炼的日常。 职场中不带私情的工作状态,在家相处中不断升温的暧昧互动,从而衍生出两人偶尔在办公室里隐秘而刺激的甜蜜瞬间。 但在这场看似无意的久别重逢,日久生情背后,其实隐藏着几玉恒长达十年的暗恋心事。 早在校园时期,几玉恒就对吐晓宁暗生情愫,但多次变故让他始终无法将爱意宣之于口,直到跟对方的再次相遇, 让他决心奋不顾身地抓住机会告白,成功开启相恋模式。 他以为的意外重逢,其实是他的蓄谋已久。 众多悬念将在开播后揭晓。 反差故事聚焦新型婚恋关系,在人前同事、人后恋人的反差关系和刺激甜蜜的故事设定背后, 私藏浪漫,试图以男女主的特殊婚恋状态为切入口, 探讨当代年轻人新型婚恋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剧中,图晓宁与几玉恒的双重身份带来了诸多反差与冲突, 但也正是这些反差,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真实而立体。 在职场上,他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是相互扶持的队友。 在私下里,他们是彼此治愈依靠的恋人,是互相取暖同优同乐的共同体。 聚集尝试,以真实生活感与恋爱梦幻感交织的方式, 巧妙呈现这种新型婚恋关系,既是同传统恋爱模式的创新碰撞, 也希望能以此向年轻观众传达着同样积极温暖的婚恋观。 私藏浪漫,试图通过讲述图晓宁与几玉恒的故事, 引导观众思考婚姻与生活的真正意义, 通过特殊的观察视角,探求并展现当代年轻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与对健康婚恋关系的向往。 真正的爱情不仅仅是激情与浪漫, 更是相互理解、支持与共同成长的过程。 剧中穿插的每一次误会与和解, 每一场困难与克服,都是主角们以爱之名对婚姻生活傲益的深刻探索, 也将勾连起观众对当代年轻人真实婚恋现状的探讨与思考。 私藏浪漫,定当湖南卫视,张嘉宁魏哲明主演, 办公室恋情,爆款,电视剧《私藏浪漫》近日官宣定当, 这部由张嘉宁,魏哲明主演的都市爱情剧, 讲述了男女主角因为契约婚姻而开启的一段甜蜜爱恋, 从剧情简介来看, 这部剧似乎并没有跳脱出传统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套路, 甚至还加入了办公室恋情,欢喜冤嫁等常见元素,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湖南卫视热播的《你比星光美丽》, 同样走的是悬浮爱情路线, 这部剧以娱乐圈为背景, 讲述了出出茅庐的经济助理和光芒四射的顶流明星之间的爱情故事, 尽管剧情设定被不少观众吐槽老套、悬浮, 但该剧的收视率却一路高歌猛进, 网络播放量也相当可观。 两部剧的成功,似乎预示着悬浮爱情剧正在迎来第二春,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观众重新爱上了这种看似不接地气的爱情故事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社会环境的变化中找到答案, 快节奏的生活,巨大的工作压力, 让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在闲暇时间获得放松和解压。 而悬浮爱情剧,恰好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 沉浸于甜蜜幻想的途径, 就像一位网友所说,我知道这些剧情很假, 但看着俊男靓女谈恋爱,就是很解压呀。 的确,相比于现实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琐碎和职场上的勾心斗角, 悬浮爱情剧中那些纯粹美好的爱情, 势均力敌的爱情,浪漫甜蜜的爱情, 无疑更能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 也更容易让人在疲惫的生活中获得一丝慰藉。 悬浮不等于粗制滥造精良制作, 才能抓住观众的心。 悬浮爱情剧的回归, 并不意味着观众会对所有同类型作品照单全收。 事实上,观众对于影视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即使是悬浮、题材, 也需要在剧情、制作、演员等方面下功夫, 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认可。 以私藏浪漫为例, 该剧改编自《青暗小说》《办公室隐婚》, 讲述了男女主角因为契约婚姻而开启的一段甜蜜爱恋。 为了避免剧情过于悬浮, 该剧在保留原著小说《浪漫爱情》主线的 也加入了更多职场元素, 试图展现当代年轻人在爱情和事业上的双重追求, 该剧的演员阵容也颇具看点。 女主角张嘉宁曾出演过《媳妇的美好时代》、 《小欢喜》等多部热播剧, 演技备受认可。 男主角魏哲明则凭借《下一站是幸福》, 《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等剧收获了不少人气, 两位主演的颜值和演技, 为该剧增添了不少吸引力。 从悬浮到落地爱情剧的未来在哪里? 悬浮爱情剧的回归, 是观众审美疲劳下的短暂休憩, 还是影视剧市场的新趋势? 或许, 这个问题的答案, 需要交给时间和市场来检验,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观众对于优质影视作品的需求始终不会改变, 对于创作者而言, 与其纠结于题材是否悬浮, 不如将更多精力放在打磨剧本, 提升制作水平, 塑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上。 毕竟, 只有真正用心创作的作品, 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赢得观众的喜爱。 张嘉宁、 魏哲明开启办公室隐婚日常, 都市剧私藏浪漫7月31日开播, 一段隐秘与甜蜜交织的关系, 一场偶然与蓄谋碰撞的邂逅, 当结婚搭子变成冷漠同事, 他们的浪漫故事如何私藏? 当职场与爱情成为歌手不开的共同体, 他和他又如何逐个击破难题, 携手共进? 近日, 由金雄豪指导, 张嘉宁、魏哲明、 王哲领衔主演, 周承奥特邀主演, 戴云帆、 科影主演的都市剧《私藏浪漫》正式定档。 张嘉宁、魏哲明首大秘恋, 《私藏浪漫》改编近江文学城小说, 《办公室隐婚》, 作者为《青汉》。 原小说中, 男女主在外同事, 在家爱人的反差关系, 以及两人细腻甜蜜的相处日常, 让众多书粉称赞其为有生活感的恋爱故事, 先婚后爱, 暗恋文学天花版。 而在电视剧《私藏浪漫》中, 也延续了原作中, 《图晓宁》、 张嘉宁氏和季玉恒、 魏哲明氏的隐秘爱情设定。 在近日发布的定档预告中, 故事以女主图晓宁的接受求婚的第一视角展开, 还原了两人在办公室与在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处状态, 而男主继日恒人前冷漠, 人后温柔, 在外克制, 在家放肆的反差感, 更是将两人恋情的隐秘刺激与热烈甜蜜, 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备受关注的原作故事加持, 私藏浪漫的主演阵容与贴地感人设 也让众多网友倍感期待。 张嘉宁饰演的女主图晓宁, 是戴瑞银行编外的资深大堂经理, 永远保持一颗积极心态, 每天兢兢业业工作, 却苦于转正艰难, 是能让不少打工人深有共鸣的贴我感人设。 魏哲明饰演的男主己欲恒, 是图晓宁的高中同学, 也是远超他心理预期的结婚对象。 身为戴瑞银行的高管, 他从不会因为个人感情 而影响自己所热爱的工作, 而身为图晓宁的结婚对象, 他又是体贴细致无所不能的全能老公。 张嘉宁与魏哲明的首次搭档, 加上刺激感不断的隐婚大作战 混搭生活感满满的日常故事, 私藏浪漫未经播出, 便已经引得众多现偶受众巧手以盼。 要爱情共手, 也要事业共进, 在剧集发布的单人海报中, 每个人虽然身处工作环境中, 但周遭都盛放着灿烂鲜艳的花丛, 仿佛置身于 严肃与浪漫交织的奇异景象里。 而这样的混搭交融, 也是私藏浪漫贯穿的主题, 对事业、 共进与爱情共手的坚定, 以及对冷静果敢与有所牵绊共存方式的探讨。 在故事中, 涂晓宁与己玉衡在相亲会上一拍集合约定婚恋关系, 却随即发现两人意外成为了同一办公室的上下集。 如何找到事业与爱情的理想平衡点? 如何实现职场绝对公正与爱情保鲜保温的持久共存? 如何在逐步相爱的过程中实现彼此成长? 虽然两人计划暂时对外隐瞒未婚夫妻的关系, 但眼前的众多难题仍需两人携手破解。 私藏浪漫, 在演绎充满戏剧性的办公室恋情反差故事的同时, 也试图通过细腻柔和的笔触, 来传达真实而不失犀利的当代婚恋议题。 我来说,